俄羅斯最近對烏克蘭展開猛烈的攻擊 除了有中國私下來資助武器 現在美國也抓到了 有另外一個小幫手 那就是北韓資助俄羅斯的證據 北韓靠近俄羅斯邊境 一個沉積非常多年的港口 從去年10月開始 被拍到港口停著源源不斷的船隻 數百個貨櫃正在裝卸貨物 鐵路上火車也整裝待發 專家界研判 這絕對跟俄烏戰爭有關的軍火貿易 但為了反制俄羅斯 世界七大強國都要援助烏克蘭飛彈 要來破壞普京連線的俄勢力嗎 靖民哥 明君進入2024年 很多西方國家都在想說 俄烏戰士是不是快結束了 俄羅斯怎麼那麼有信心 似乎是在這幾個月 甚至半年內 就會把這個戰士打完了嗎 美國白宮發言人Kobi 他現在就跟大家解釋說 根據美方所掌握的情資顯示 他們發現其實俄羅斯能夠撐那麼久 然後能夠打那些彈藥 取之不盡用之不解 好像消耗不完一樣 後面原來是不只中國 還有這個來自伊朗等這些 所謂的這個邪惡軸心國的勢力 在幫忙暗地裡 在做他的巴骨之外 後來又被他們抓到了一個北韓 北韓 這個在朝鮮半島的北韓 他們最近發現說 向俄羅斯提供了一些彈道飛彈發射器 還有一些彈道飛彈 這對俄羅斯的軍武資源來說 不次為一個大幅的升級 現在Kobi就講 北韓提供的飛彈射程 大概都是900公里 我要特別跟觀眾朋友們講 一般彈道飛彈都會分成 短程 中程跟遠程 500公里以內算是短程飛彈 500到1000 1500以內 算是中程飛彈 900公里就算中程飛彈 如果超過2000公里到3000公里以上 那就是長程飛彈 超過5000公里以上就是洲際飛彈 那就是越來越遠這樣 那所以900公里算是 已經中程飛彈的這個等級了 他說在過去一個禮拜之內 Kobi有講 美國發現 俄羅斯至少有兩次拿來 對烏克蘭的戰場上攻擊烏克蘭使用 所以抓到了 就是他們給的 對 所以這個 韓國國家情報院 南韓 韓國的國家情報院 他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他也有揭露說 北韓其實從去年8月的時候 2023年最近這四個月以來 已經向俄羅斯出口平均 超過100萬枚的這個炮彈 那這100萬枚可以甚至說 應該都是重火力以上 152或是155公里以上 就是非常火力強大 重大的這個炮彈 而俄羅斯讓他 等於達到北韓這一批炮彈之後 平均每天就可以多發射2700枚 快要有3000枚的這個炮彈 也難怪他有這麼多的火力和彈藥 去轟炸 然後攻擊這個烏克蘭 那事實上 北韓的這個飛彈也好 炮彈也罷 他的這個火力的確強大 但是要特別跟大家講 他們有像美國跟中國大陸的 這個精準度那麼高 其實今天也有人才問我說 那精準度怎麼比 他如果說美國的飛彈精準度 是10公尺範圍 落地的這個目標 大概就會爆炸的話 北韓大概要乘以5倍 是50公尺 可能炸到了這邊就 他相隔50公尺外 真正是落彈在那邊 所以還是有差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是用數量取勝 所以最近在俄羅斯國營電視台的 這個Channel 1第一頻道 他們也罕見的這個直接直播 雖然是直播 播出去的畫面沒有留下來存檔 但是還是在當下被截圖了 難道是俄羅斯的國營電視台 第一頻道 你自己就泄密了嗎 那等於是和俄羅斯的總統普丁 你跟北韓你看到現在畫面那個 是不是 都是藍色的 那你等於俄羅斯的總統普丁 你跟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 而金正恩今天又不平靜 在那邊對韓國聯兵島 又發射200多枚這個炮彈 所以你是不是就已經跟金正恩講好了 你透過北韓平朗當局 源源不絕的把你的這個武器彈藥 輸送到這個末世科 不是我們在亂講 其實在美國和西方的這個國家 一直在緊盯著 對 緊盯著 他們每天回去看這個衛星定位 還有這個衛星的這個圖 結果你現在看到衛星的這一張圖 這個圖是什麼意思 這個圖是北韓的羅金港港口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碼頭 放大給大家看 有點黑黑的看不清楚 但是你看 都是這個北韓的貨船 貨船旁邊都有幾百個貨櫃 要裝箱的那個 停泊在這個碼頭旁邊 準備要上去裝箱 在這個北韓的羅金港碼頭的旁邊 這一條一條的就是火車 它的火車的這個貨運的列車 又在那邊準備出發 然後火車上的這個貨運列車 當然是可以載很多的貨櫃裝箱 就跟那個貨船一樣 那我們當然沒辦法從這個去研判說 它的貨船上面裝的是民用的物資 還是軍方的武器彈藥 但你要講 如果北韓可以出口這麼多民用的物資 他們經常就不會經常發生什麼飢荒 或是什麼物名不夠 自己國內都不夠用了 怎麼可能出口民生物 就我們台灣話常講的 車子都不夠 還要打刀 所以 但是它軍用的東西很大多 因為北韓是先軍政治 什麼都是要提供給軍事使用 所以合理的推論研判 是不是上面都是武器彈藥 軍事的這個物資 然後源源不覺得要送到哪裡 這邊是俄羅斯的杜奈 從這邊到俄羅斯的杜奈 180公里的地方 沒想到衛星 從衛星的這個空照圖可以發現 衛星定位要去追查 這些所謂的貨輪的時候 卻發現他們不見了 在這個地方卻消失了 他們的國際海上轉發去 是很重要的 這什麼東西 一般船運在航程當中 你不能隨便關掉 一方面要顯示你的位置所在 方便這個國際 大家能夠追蹤 看你在幹嘛 辨別軍民使用 以免也被人家誤擊誤城 還有就是 萬一你發生什麼意外的時候 你要SOS 收救的時候 可以救你 還找得到你的位置 你為什麼乾冒這種風險 把國際海上轉發器給關掉了 你在逃避人家衛星定位 你去哪裡嗎 你從北韓羅金港出發的船隻 跑到了俄羅斯的領土的 杜奈港這個地方 這180公里航程 你這些船難不成就變成幽靈船隻 你是要迴避嗎 然後180公里的這些船 你是不是運 剛剛我在推判的這個軍火物資 運到了俄羅斯 又逃避了這個國際的追蹤 所以從這可以看得出來說 是不是北韓 俄羅斯就靠著北韓這些 源源不絕的軍事物品 還有彈藥 然後提供給他 讓他不斷的繼續 打這場俄污的戰事 顯示俄羅斯 還有這樣的一個大盟友來幫助他 的確真的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如果說你運的是正常物資 何必要關閉這個追蹤 偷偷的把軍火運到俄羅斯去 做這個私下的支柱 讓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也讓歐洲國家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現在有七大國要跳出來 要援助給烏克蘭 更多的火箭彈藥 那這些火箭彈藥 金平克有辦法抵禦 俄羅斯現在所獲得的 軍武的一些裝備嗎 能不能抵禦 其實戰士還沒打完 都很難言之過早 但是明君你剛剛講 俄羅斯有他這個北韓的朋友 難道烏克蘭就沒有朋友嗎 烏克蘭也有七個國家的朋友 首先我們來看到 第一個好朋友 波蘭他就跳出來了 波蘭的外長叫席克斯基 他是去年12月才新任命的 他是對俄羅斯的強硬派 所以一個主戰派 他呼籲歐盟和北約的這些國家 應該要對烏克蘭提供遠程飛彈來 對 然後對付俄羅斯的 他的這些飛彈的發射基地 跟他的指揮中心 然後讓烏克蘭可以在這場 俄烏戰事的時候 對抗俄羅斯 所以波蘭的外長席克斯基 其實他講到了烏克蘭的心理 而且他最近一上任之後 他就第一個出訪的國家 就選擇烏克蘭 所以你看到 等於是堅定挺烏克蘭的盟友 除了波蘭之外 波蘭也提供很多的武器到烏克蘭 而且之前在英國訓練的 這F16有這個飛行員 那有不少已經轉到了波蘭 跟德國的基地去持續受訓 受完訓之後就要回去烏克蘭 開F16對抗俄羅斯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提 但現在除了波蘭之外 還有歐洲的四個國家 首先是包括德國 還有荷蘭以及西班牙 還有東歐的羅馬尼亞 為什麼會提到這四個國家 因為這四個國家一起聯合 砸下了55億美金 差不多1700多億元的新牌幣 買了1000枚的愛國者飛彈 這1000枚愛國者飛彈 應該是愛國者三星 我們之前是不是在節目中 告訴大家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這個戰場上 突襲了大量的各式的飛彈 包括什麼很多的匕首 集英書飛彈 口徑飛彈 還有各式的這個武器 結果至少有六七十枚 被烏克蘭的武裝部隊總司令 札盧茲妮說他都攔下來了 然後據說那些攔下俄羅斯的 這些各式飛彈的這個武器 應該是愛國者飛彈 愛國者三星台灣也有 也是現役美軍最先進的 也在全世界 包括美國在內都在使用 所以德國 荷蘭 西班牙 羅馬尼亞 砸了這個1700多元新台幣 去買了這個1000枚的愛國者飛彈 那當然可以幫烏克蘭很大的忙 而且他部署在歐洲 北約的這個各軍事要在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確切知道說 他大概什麼時候 他會部署在哪些地方 但是以這四個國家 跟北約合作來講 那應該是在北約最前線 那跟烏克蘭也離不開關係 那其實我要特別跟大家講 在這個烏克蘭的戰場上 除了這四個國家 還有現在美國 英國 本來就是持續在幫助烏克蘭 現在他們要再宣布說 重啟烏克蘭的M-乖乖乖 M-乖乖乖是一門你看 他後面這個屁股這邊尾巴 底部這邊他有一個拖椅式的 他不是自走砲 雖然烏克蘭說自走砲 當然是比較激動 可是M-乖乖乖 它是很多是鈦合金 鈦金屬製成 它有什麼樣優勢 它比較輕 然後它的砲彈是155 就是155公里的 然後砲彈的火力強大 那美國跟英國之前 已經聯合提供了這個 至少超過 還有加拿大 澳洲 至少提供了170門的 這個M-乖乖乖的 這樣的一個拖椅式的 重型的火炮給烏克蘭使用 讓烏克蘭對付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有很多的重型火炮 那烏克蘭也必須要有這些 M-乖乖乖跟我們之前講的海馬斯 跟M-142 都是有一曲同工 都是火力強大 精準度高 雖然它機動性不如自走砲 可是它因為重量輕 它整個發射完之後 它為了換轉移陣地 也是可以馬上靠這個車輛 帶著 打了就跑 而且時間很短 而且它故障率很低 維護了這個方便 修散也方便 這個優勢很高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秩序提供 那除了 但是問題是它的產能要提高 所以美國跟英國就合組了一家公司 就是美國的潛雷神公司 跟英國的BAE的這個公司 一起來幫忙 那除了英乖乖乖 其實還有英國的星光防空飛彈 跟AS-90自走砲 跟美軍的刺針飛彈 這一些武器 都屬於西方要援助烏克蘭 但是可能產線已經停開了 受到影響 現在美國的潛雷神公司 跟英國的BAE 他們都打算 一起來幫忙這個烏克蘭 所以我說第五 第六個 這個朋友全部都跳出來 至於剛剛講的七個國家 第七個是誰呢 那就是印度了 你現在看到印度 這個利用波蘭援助給這個 烏克蘭的解釋自走砲 它發射的自走砲是這一個武器 但是它總是要有砲彈 結果你看到這個砲彈 裡面是好可愛 是黃色的 還有紅色條紋 你知道嗎 這是印度的 有別於北韓的藍色砲彈 印度的是黃色砲彈 這個Yellow的顏色 原來是印度它提供給北韓的 提供給烏克蘭的155公里的 整個它的一個重型火炮的砲彈 它的重量大概42到45公斤 射程也可以達到30公里 連印度都下來幫忙 就真的表示 美國和北約國家 他們提供的這個砲彈也不夠 所以看到這麼多國家 至少七個國家都跳出來幫烏克蘭 俄羅斯總統普丁 我覺得他有點假白 他就這樣講說 烏克蘭本身不是我們的敵人 那些在戰場上 想要摧毀俄羅斯國家的地位 而且在戰場上 實現對俄羅斯戰略失敗的人 主要就是烏克蘭背後那些西方國家 所以他目前要暗指這七大國家 跟這些歐洲國家 那難不成普丁 你要跟美國 英國 我是全民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